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明天天气状况还是非常的好 但是虽然天气还不到非常稳定 不过其实白天各地都是艳阳高照的好天气 而且水气也会比今天还要少 所以明天白天天气状况都是非常的赞 但是在中南部地区还是要特别流油 因为清晨的时候受到这个海陆风符合作用 所以清晨在中南部的沿海地区 依然是要注意会有一些短暂阵雨的 而除了中南部地区之外 因为明天白天天气非常的热 所以中午过后热力自用发展起来 全台各地的山区 甚至些平地地区也都是要注意 会有午后雷震雨发展的可能 那么明天天气状况非常的不错 而且中南部地区已经很久 没有见到那么温暖的阳光了 所以提醒大家了 这个中南部地区的朋友 明天可以赶快清理一下家园 但是如果要在户外工作的话 一定要做好防晒工作 因为明天紫外线非常强 我们可以看到明天在北部 中部级宜兰地区 紫外线指数都会达到过量级 而其他地区的话也会来到危险级 所以出门在外防晒可是不能少的 那在温度的部分呢 明天天气状况非常的好 所以天气也非常的热 我们可以看到明天在北部地区 高温还是有机会达到36度 而在中南部地区的话 明天的温度也会比今天 还要再更热一些 高温来到34度 至于东半部地区的话 也是有机会达到35度的 这么闷热的天气 大家还是要记得多多的补充水分 关上天气之后 就带你来关心详细的温度预测 北部地区温度是27到36度 降雨几率是0到30% 中部地区温度是26到34度 降雨几率是30% 南部地区温度是25到34度 降雨几率是10%到30% 东部地区温度是26到35度 降雨几率是30%到70% 而外岛地区温度是27到33度 降雨几率是20%到70% 那最后就要给大家几个小叮咛了 明天呢 全台湾各地白天都是晴朗 而且闷热的天气 只不过呢 在中南部地区还是要留意 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 而至于北部和东半部地区的话 依然是要注意会有午后雷阵雨 以上就是最新的天气预报